多少钱才释放我儿子回来 十五亿 那你要保证 我儿子不能有任何的损伤 如果不成 我这辈子什么事都不干 就专照你一个人 男人的犯罪手法极其简单粗暴 而他就是香港富豪文风丧胆的土匪龙志强 张口就是十个小目标 不给就撕条 在这鱼龙混杂的乱世年间 龙志强横空出世 短短两年时间他便绑架了首富李嘉诚 长子李泽聚以及香港第二富豪郭炳香 团伙作案金额更是高达几十亿 而这一金额也将吉尼斯世界记录收入囊中 迫于舆论的压力 香港警方也不得不派出大量警力调查他们团伙的行踪 阿勒便是其中一员 作为警方拆弹专家的他将被委以重任 可他却毫不知情 这天阿勒在上司华哥的安排下 来到了广东省公安厅 原来就在不久前 龙志强团伙中的爆破手意外身亡 如今队伍里急需一个像阿勒这样的爆破人才 于是警方打算利用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安插眼线进入敌方内部 就这样 在华哥的软磨硬炮下阿勒接受了任务 然而想要直接找上龙志强是肯定不可能的 于是只能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而他是赌如命的弟弟龙志飞则是非常好的突破口 然而正在赌钱的他却被阿勒故意干扰 就在此时警方破门而入 整个赌场乱作一团 但阿勒却丝毫不慌 立马来到一处通风口前 没几下便砸出了一个通道 阿勒瞧见后也连忙跟上 然而出来之后他们却被面前的铁门拦住 看着阿勒不停地砸向门锁 可铁门依旧没有反应 于是阿勒环顾四周 立马心生一计 身为警方最厉害的爆破手 他当场制作了微型炸弹放在了铁门处 随着一声巨响铁门成功被炸出一窟落 二人出来后疯狂逃窜 很快二人又被逼到了死角 此时阿勒为了博取对方的信任 决定牺牲自己帮助阿勒逃之夭夭 而他却被警方待遇 入狱后 上次华哥前来探监并告诉他 阿勒大概率已经上钩 出狱后的他在道上不停地打探阿勒的身份 估计在阿勒出狱时 阿勒便会派人前来与他碰头接触 不久后 新一代的金女郎便出现在了监狱外 果然如同华哥料想的一样 龙志飞第一时间派人前来接应 但事情可不会是一帆风顺 美女兔兔调侃他道 追得到我已经行 原来是要考验阿勒的驾车技术 后者也没让兔兔失望 一路狂飙二人很快便来到了一处废弃矿场 下车后兔兔便递来了对讲机 里面传来的便是龙志飞的声音 佛子洋 我有一份礼物送给在你身后的货柜里 于是他接过了对讲机 从容地走入集装箱内 随着舱门紧闭 映入眼帘的便是他最为熟悉的自制炸弹 原来龙志飞此番举动便是为了考验阿勒的能力 只见阿勒顺着导线往里走 扯开幕布后他发现了几十个煤气罐 眼看不露点真功夫是不可能活着走出仓库 于是他静下心来开始展现自己的实力 一番检查后他淡定地拿起对讲机教育器那头的龙志飞 我得教你一下 这种叫IED土质炸弹 你想看我捡哪条线 那你只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了 二分之一的机会 这张IED土质炸弹 其实没有解线防暴这回事 哪条线解断都会立刻跑 别那么多废话了 最后十秒钟 但是这种炸弹却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那便是取下电话卡便可排报 说完还不忘通过对讲机挖苦那头的龙志飞 电话都打不通 抱你个毛啊 但这还没完 阿乐为了彰显自己出色的能力 他还在小弟来之前就设下了定时装置 随后说道 你是不是想看贺岁烟花表演啊 好在小弟腿脚利索 成功逃离了集装箱 这才幸免于难 我靠你个混蛋 你想炸死我呀 我就跟你们说了 不要随随便便读几本书 去做个垃圾出来 我们现在不就缺这种人才吗 随后龙志飞出现在阿乐面前 后者却洋装生气于要转身离开 可龙志飞却像是看着宝贝一样把阿乐搂上 并向要去吃点东西给他赔礼道歉 但吃饭却只是幌子 为了确认阿乐是不是他口中所说的何子阳 龙志飞也是做足了功课 一路上刁钻的问题接踵而至 但却一一被阿乐化解 因为他早已在出任务之前便把何子阳这个身份印在了自己骨子里 见阿乐通过了考验 于是他们便驱车来到了下一个地点医院 然而让阿乐意外的是 病床上的女人却没有在曾经的档案资料里 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她并不认识 随后阿乐更是被他连打好几个巴掌都不带停的 不知如何处理的阿乐愣在了原地 好在阿乐的上司华哥假扮医生及时出现 给他化解了危机 这才让卧底身份没有暴露 然而考验却远远没有结束 刚回到车上的阿乐便被迷药迷晕了不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 他早已被捆住了手脚带到了一处秘密地下室内 只见东莞仔不紧不慢地将仪器设备贴在阿乐的太阳穴 而此时阿乐目不转睛地盯着东莞仔 好似在哪里见过 原来很多年前 阿乐曾经在一次出勤行动中看见过东莞仔 随着后者轻烈一笑 阿乐也自知警察身份被识破 可不知为何 对方却没有揭穿他的身份 不等阿乐多想 东莞仔再次来到他身边 并给他注射了相应的药物 很快药效发作 阿乐的意识逐渐模糊 而幕后的老大龙志强也终于登场 面对龙志强的审问 经过专业训练的阿乐小心地回答 为了让自己头脑保持清醒 他更是狠狠地掐住自己的手指 此时的东莞仔在龙志强身旁 吹起了二边风 劝说后者收留下他 于是在东莞仔的助攻下 阿乐顺利通过了考验 此日 阿乐从昏迷中醒来 而他也被带到了澳门龙志强的豪宅里 得知阿乐醒来 龙志强带着自己的团队前来欢迎 可阿乐却拒绝了他的好意 受尽审问的他洋装自己心里委屈 于是说道 我只是想来挣钱而已 你不信我 我可以做 我不信你呢 我就不会带你来我家里了 这里有一百万给你的零用钱 做一单活我能分到多少钱 一亿 人人都一样 进了我的家里的位 就要听我的命令 要受我的规矩 我这个人很认真的 就算家里人犯错 我也都要追究到底 到时候发生什么事 就不要怪我 很快他便接到了自己第一个任务 那便是制作一件 可以远程操控的炸弹背心 回到房间的他利用收音机 和遥控器简单制作了一部无线电话 试图联系上司华哥 奈何房间受到信号的干扰 很快电话便中断了信号 而华哥只知道龙志强一行人来到了澳门 次日阿勒躲在暗处偷看到了监控室的密码 而他也趁机潜入了监控室 从视频画面上他了解到 龙志强的房间属于了监控盲区 于是当晚 他偷溜进入了房间 趁着龙志强洗澡的时间 从他的衣物上翻找出了笔记本 上面写着他明天的行动轨迹 第二天 在别墅中行走的阿勒却被东莞仔拦住 后者问道 你记不记得92年建杀局的事 原来那天龙志强一行人遭到警方的追捕 而龙志强却在逃跑时 利用东莞仔的老婆挡下了子弹 最终一尸两命 还没出生的孩子也胎死腹中 回到别墅的东莞仔 本想让龙志强一命还一命 可却被老大阻止 他是我弟弟 你也是 跟我龙志强出来闯的 就应该知道有奉献 这一倍慢 怎么赔给你 你女人的死 是个一万 就这样 东莞仔继续留在这个团队 便是时刻寻找机会想要为王七复仇 所以他才没有揭穿阿勒 也算是互相利用罢了 中午时间 龙志强向队员们展示着他的新目标 可一旁的阿飞却嘚瑟个眉丸 看不下去的龙志强对着这个嗜毒如命的亲弟弟 就是一阵抱锤 随后便在早饭期间向众人展示了这次绑架的目标人物 那就是澳门首富贺不凡 期间东莞仔再次与阿飞发生了口角冲突 这次又是龙志强出面致志 在织走了其余人后他告诉东莞仔 做完这单他也选择收手 所以希望后者能给他一份薄面 不要与龙志飞计较 另一边 阿勒如期完成了炸弹背心的制作 龙志强完成了验收后满意地让他好好休息 紧接着便带着兔兔开车去打高尔夫 阿勒瞧见后也搭乘路边的出租车来到了高尔夫球场外 远远看去 他发现二人接触的人赫然便是澳门著名企业加马空腾 如此重要的消息让他不得不马上联系上司华哥 在偷来一部电话后他告诉了华哥 龙志强的目标不是贺不凡 而是马空腾 警方那边 在得到阿勒情报的他们立刻抽掉了警力部署 对马空腾实施了更紧密的保护 夜晚的饭桌上 大家一本正经地吃着饭 正当阿勒奇怪剩下的空位是谁的时 一个不速之客走了进来 原来来者便是白天阿勒搭乘计程车的司机 而阿勒也因此彻底暴露了自己卧底的身份 而狡猾的龙志强其实早就怀疑阿勒 而他也准备将计救济 让阿勒汇报给警方错误的情报 这样警方便会误以为自己的目标是马空腾 但实际上他们这次绑架的目标就是之前的贺不凡 说完他便再次让手下迷晕了阿勒 第二天的行动变得格外的顺利 早已安插在酒店工作的兔兔 也成功勾引上了澳门首富 后者更是想和他谈一场跨越年龄的恋爱 我好久没有谈恋爱了 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去我新开的酒店 总统靠房 立即吃饭 就这样 贺不凡倒在了兔兔的石榴裙下 被几人轻松绑回了别墅 作为绑匪的头目 龙志强拨通了贺家的电话 喂 贺太太 我叫做大富豪 不好意思 我好像不认识你 不认识我不要紧 重要的是认识你老公贺不凡 Rebecca 是我 你们不要乱来啊 你想怎么样 明早 八点钟 我等门拜访 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聊 千万别伤害我老公 好 那明天见了 次日一早 阿乐就被迫穿上了一件龙志强特制的炸弹背心 并告诉了他背心里有窃听装置 如果阿乐胆敢耍小聪明 那么将会远程引爆炸弹 说完便递给了阿乐一部手机 让他孤身一人前往贺家别墅收取赎金 等阿乐刚一上车 东管载便跟了上来 递给他一个寻呼机和一张纸条 内容便是提醒阿乐 背心还有卫星定位跟随器 所以他不能偏离正常航线行驶 否则也会立刻引爆 镜头一转 阿乐很快便抵达了别墅门口 进门后阿乐示意在场的人员安静 并利用口红在布条上写字 表明了自己警察的身份 好在贺太太临危不乱 不仅疏散了家里的其他成员 还从容地配合阿乐与龙志强周旋 总共二十亿现金 港币 旧钞 不连号 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啊 给我两天时间好吗 不用跟我说没现金啊 今天是我弟 在你下赌场里 三个小时就输了两个亿啊 没现金 我现在给你五个小时 去凑齐现金 如果我见不到现金 我就叫贺不凡 砍成九块 赌场不可能没现金 他现在给你五个小时 抽不够就把贺不凡 砍成九块 镜头一转 贺家财务室的点钞机 早已开始疯狂作业 终于在十线之内 凑齐了二十个小目标 而华哥也趁机 混入了运钞园中 进入了别墅 此时的阿乐连忙 提醒对方背心内有窃听器 于是二人只好用手语交流 最终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 总算是拆除了炸弹背心 正当二人准备商议对策时 贺家大公子 却突然跑入别墅后 妈 请凑齐了 而龙志强也从窃听器中 于是他打电话给阿乐 让对方赶紧走到门口拿钱走人 无奈之下 阿乐只好重新穿上了背心 走出了别墅 让不远处龙志强的眼线看见 在阿乐给龙志强确认了 箱子里的钞票后 后者让他开车把钱送去码头 就这样 阿乐再次上车离开 可此时 阿乐却收到了冬管仔的传呼 让他火速赶往别墅救人 突然 龙志强发现阿乐的定位信号 在仪器上消失了 一旁的冬管仔替他解释 说是因为进入了隧道 信号差的缘故 其实是阿乐用隔绝信号的纸 将其包住 随后与上司华哥接头 由对方运输炸弹 而阿乐则选择孤身一人 回到龙志强的别墅 本以为别墅 如同冬管仔告知的那样空无一人时 坐在大厅的冬管仔 也瞧见了他 随即故意拨通了他的传呼机 很显然 在场的人都听见了莫名的震动声 原来这一切都是冬管仔有意为之 通过阿乐的出现 吸引别墅内其他人员的注意 而他也趁机解决掉两个同伙 阿乐这边 他将龙志强等人 引入了对方藏满钞票的屋子 随即丢下曾经由他制作的炸弹背心 直接一枪将他引爆 巨大的爆炸使得钞票漫天飞舞 犹如雨下 而冬管仔也伺机而动 对着龙志飞就是连开竖枪 后者毫无还手之力地倒下 就当冬管仔将枪口转向龙志强时 兔兔出手与他扭打在了一起 急于报仇的冬管仔直接将兔兔推开 随即又是两枪 就这样金女郎也领了盒饭 此时冬管仔已经跑到了屋外准备携款而逃 怒火中烧的龙志强怎么可能给他机会 冲出房间后对着冬管仔就是一通乱射 后者中枪后躲在了汽车背后 被逼无奈的冬管仔也只能隔空喊着求阿乐帮忙 话音刚落 阿乐驾驶着超车静止离开 而龙志强二人也紧随其后 阿乐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给了华哥 而他选择一路将龙志强引到海关处 因为一旦他过了关口 那么广东省公安厅会立刻将他缉纳归案 就这样阿乐与龙志强一路狂飙 终于历经万险来到了关口 而此时的龙志强也看到了海关的标志 自知如今插翅难逃 于是从容地走向了自己为之拼命的运钞车 伴随着远处轰鸣的警笛声 一代贼王大富豪也成功落网 没多久 广东省公安厅也对龙志强执行了枪决 自此影片结束